市面上部分私家医疗机构会提供婴儿疫苗套餐 最贵的叫价过万元 但有儿童传染病专家就说 部分疫苗涵盖的传染病在香港本土感染的机会很低 是不是打这些疫苗呢?有什么又要考虑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现在私家医疗机构提供多款政府儿童免疫接种计划以外的疫苗 包括日本脑炎、月形流感、嗜血感菌和脑膜炎伤球菌等等 但翻查卫生署的资料 这些疾病的情报个案都不算多 究竟有没有需要帮小朋友打这些诊呢? 一岁半的case这一日来到游乐场放电 他爸爸欣贼权说 每次带女儿出来玩都非常注重卫生 其实我们会准备很多的湿纸巾 因为它经常都是一样 我们大人的话就一定要经常洗手 小朋友的话就未必经常都会洗手 可能每一次他摸弦、去游乐场玩都一定要帮他抹手 因为他的手经常都可能会放进口 另外你说会打疫苗也会以防不疾病 现在政府又推出儿童免疫接种计划 家长可以带子女到政府母婴健康院 免费接种多款疫苗 咸丐、月形肝炎、水斗等11种疾病 爸爸 爸爸 咚咚咚 恩贼权说 case已经接种各款免费疫苗 但是他仍然不放心 于是再加多一重保障 我们都在很多私家家的诊所接种了很多不同的疫苗 譬如是甲型肝炎、脑膜炎都会有的 想全面一点 可能政府有些都是 针数可能会打少一点 就是私家的方面好像是再多一点 希望可以覆盖率高一点 也会看到他疫情时候出世 他2023年的时候 所以都会特别担心、特别谨慎 市面上部分私家医疗机构 会提供多款不同婴儿疫苗套餐 各款套餐的价格 和咸丐的疫苗都不同 最贵的收费高达过万元 恩贼权说 他帮女儿选择额外疫苗的时候 都咨询了提供疫苗的私家诊所 其实都是看一些指引 大概有什么需要 私家诊所也有很多单张 几多岁几多个月都应该去打什么针 比如老莽炎 都是医生去推荐我去做这个疫苗的 因为我看都对的 因为老莽炎如果是患了的话 都挺严重 可能割止磨率都挺高的 目前本港私家 花婴儿疫苗服务提供五款政府免疫接种计划 未有涵盖的疫苗 分别是甲型肝炎病毒 轮臟病毒 日本脑炎 月型流感肆血管菌 和脑膜炎伤球菌 有私家疫苗接种中心说 新冠疫情之后 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脑膜炎伤球菌疫苗是一个比较恶的菌 如果感染了之后 小朋友的症状其实跟平时差不多 包括一些普通的发烧 或者是一些高烧的情况 但是它最恶的那个位置 是它可以24小时 令到小朋友就死亡 如果没有死亡的话 后遗症都可能会有一些折肢 或者影响智力的情况出现 另外一款比较恶的菌 就是叫做月型流感肆血缸菌 会导致一些脑膜炎的情况 根据卫生存网站 感染日本脑炎也有致命风险 李仲怡说 他们中心将日本脑炎疫苗 放入针对旅游人士的套餐入面 但是在香港也有机会感染 日本脑炎主要是靠蚊传播 如果那些小朋友 住近一些比较郊外的地方 例如一些屯门、元朗、天水围 比较近郊外的地方 近猪场、农场、鸡场 其实比较多蚊 我们都会建议它接种 但是翻查卫生署网站资料 2020年至今 本港都没有日本脑炎情报个案 2019年就有3宗 老木炎相求菌感染 去年和今年分别有5宗 月盈流感肢血管菌感染 去年有4宗个案 今年暂时没有情报 这3种传染病的疫苗 每款都要过千元 但是有儿童传染病专家说 在香港感染这些疾病的风险不高 是否要额外花钱接种疫苗 家长要考虑 会不会大婴儿前往疫区 都是单位数的中数 所以数目就不高 另外说日本脑炎 其实都是你要去到一些疫区 例如西太平洋的疫区 要接触到负蚊的蚊钉 才会纯免到疾病 老木炎相求菌 在欧美国家、澳洲 沙哈拉、沙河以南 这些正正在疫区 所以如果市民要去这些地方 例如长期居住、去旅行 就可以考虑要不要打疫苗 现时儿童免疫接种计划 涵盖什么疫苗 是由卫生署核下的疫苗 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建议 关日华说 一款疫苗应不应该纳入这份名单 以公帕为儿童接种 不单止取决于疾病的严重性 疾病容易控制到 以及社区的扩散程度和速度 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有什么影响 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到这个病 其实不需要一定要接种疫苗 如果一个小孩在香港居住 跟回委员会建议的疫苗去接种 其实都基本上可以保护到应该要保护的疾病 至于甲型肝炎 本港今年头9个月有46宗情报个案 关日华说虽然达到双位数 但是不算太多 而轮撞病毒感染在香港比较常见 但是私家医疗机构向家长推荐婴疫苗套餐的时候 很少提及相关疾病在香港的感染和重症中枢 有立法会认为未必够成误度 反而是比较多一个责任的问题 多于一个法律的问题 其实根本那种疫苗 在香港已经是一个合法注册的 是安全的疫苗 老实说 根本上只要在香港有注册了的疫苗 其实他是一个医护人员 他是合法地可以帮小朋友 或者任何人注射有关的疫苗 但他认为相关机构 应该主动将这些资讯告诉家长 方便家长做选择 选择打不打的时候 就会告诉大家 这支针其实真的有多大的需要 或者你自己也要提供环境的设定给家长 例如你去一些 可能他爸爸妈妈 去一些非洲的国家去做工作 可能那些地方有些特别的传染病 需要打的 李仲怡就说一般家长去到诊所 已经决定了要接种什么疫苗 但是他们都会尽量了解家长需要 又提醒家长做决定的时候 不用太心急 很多家长他们都会有这个自主 他自己决定究竟小朋友 需要打什么针 视乎经济的情况去考虑不同的计划 他们通常都很明白自己需要打什么针 所以一来就说我要这个计划 其实大部分的疫苗是没有特别的时间限制的 如果日后需要补打的话 可以根据药厂的指示去接种相应的针数 关日华就建议家长安排婴儿接种任何疫苗之前 都应该先咨询家庭医生 因为有某些疫苗在某些小朋友 就不可以接种 例如小朋友天生有些免疫系统失调 他就不可以接种疫苗 而且打完疫苗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要注意 例如打完疫苗之后 会有发烧这个情况 要向家庭医生处方破疫息痛 真的发烧的时候要用来服用 就是这样 时事多面看今集时间到了 再见